3D 遊戲 那這樣的 3D 遊戲裡面呢 它會用到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這個 3D 的物件 像是比如說 一顆樹啊 它就是一個 3D Object 或者一動法 它都是一個 3D Object 那這樣的 Object 有的時候 它會非常的複雜 那這樣的 Object 它的 它的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 Polygon Mesh 那這樣的 Mesh 在 遊戲開發的過程當中 是會需要 遊戲公司付出很高額的成分 來去製作這些東西 那所以 所以我們的這套 系統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簡化這樣子的 工作然後可以降低 相關的開發的 難度與成本 這樣 好 那首先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是台灣科技大學 遊戲研究室 然後 這是我們的一些 歷史的成果 這樣 再來好 剛剛有說到 遊戲裡面有用到各式各樣的 3D 的物件 其中一個呢 比較複雜 而且使用量很大的 就是建築物 那 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說像寺廟啊 這種 宮廟 傳統建築 它的建築結構其實是 非常的複雜 對 那 要做出這麼複雜的 3D 結構 其實是會 就是會 消耗非常多的時間 你可能需要找一個 很專業的 像外面 巨匠電腦或什麼 不是都會有開什麼 教你做 用Maya去做 建模之類的 課程 對不對 所以公司不相聘請這些 很 行會的專業人才 來幫公司 做這些 很難的工作 當然 而且呢 會消耗非常多時間 你要做一棟中國的 傳統建築 你要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像這樣 這個是 就是我們現在能夠在 網路上能夠找到的一些 現在就已經有的 一些例子 再來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們玩遊戲很多時候 打打沙沙嘛 對不對 手上都要拿武器 武器也是一個 呃 非常的出現頻率很高的 一種 一種 3D的物件 它也是一樣 開發這種東西需要 不是比較高的程度 而且會花很多的時間 那好 所以呢 我們這樣開發出的這套系統 它的技術框架分為三個 三個部分 分別呢 是我們的程序化申請工具 還有線上的交易平台 來方便創作者和公司之間 來進行一個良好的商業網 再來接下來就是 我們有建立出一個 在UG Engine上面的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 虛擬的遊戲場景 來測試我們的 系統的工作 那 目前看到的這些 這些小圖片呢 它是我們的 初步的成果 大概是像這樣子 對 再來就是一些線上平台的 一些畫面 大家都應該 我們都很熟悉 這個 那好 這就是我的左肩腳 我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其實有一個展示的影片 大家可以到 大概就是 創新方便管理單位 來就是 做進一步的 了解 那好 那我們首先 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 剛才所說到的 中國劍子 它的 那個 那個 參數化的身體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在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呢 有一些 就是 參數的控制 比如說那個 屋頂的 屋頂要 尖還是圓啊 或者是 這個屋頂啊 要隔彎啊 像這些東西呢 都是透過 我們的數學 函式去描述它 它都是一條主線 然後我們可以用數學 能夠方的式來描述它 然後甚至屋頂 屋頂當中的 每一片瓦片 這麼精細的結構 我們都可以透過 就是用數學的演算法 計算出 它應該要在 什麼樣的 位置上面 然後去把 這些基本原件 走得起來 對 而且接著呢 接著呢 我們有開發出 像這樣子 直覺 直觀操作的 圖形化介面 透過這樣子的介面呢 我們就可以 可以 就可以把那些 MAYA或3D SMAX 像那種很專業的 建模軟體 都丟一邊了 一般沒有受過 專業訓練的 一般民眾呢 也可以使用我們這套 這套工具 很直覺的 透過拖曳的方式 就可以創造出 非常精美 而且非常複雜的 公式傳統建築 那這邊呢 我們用到的 一項技術 如果 如果 稍微有 對這方面有 涉略的人 大概知道 叫做 Procedural Generation 就是程序化的 生成 所謂程序化 它其實 它其實並不是 完全 自動化的 做這件事情 就是 人還是可以透過一些 參數 或者透過一些 限制條件 來 來 生成出 我們想要生的東西 總不能讓電腦 完全自動 隨便亂動 它是會 無法預期的 結果是無法預期的 所以呢 所謂的程序化生成 就是透過一些 控制的手段 來 操縱這樣的電腦的 有算法 然後來做出 我們想要做的 當然 像這樣的技術 它其實並不 僅限於做 中式傳統建築 它也可以做 別的東西 所以 我們現在呢 也正在就是 試圖的 把這樣的技術 推廣到 各種的面向上 比如說 呃 剛剛也有提到的 就是武器這樣的東西 就是 中式的這種 藏統 關刀啊 那個劍啊 像這樣子 刀啊 音器類型 特別是我們現在 我正在開發的武器 這個影片 稍微有點 大家就稍微 去欣賞一下 體驗一下它的操作的 那個 那個感覺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 展示一下我們的 第二項新的技術 就是 近年呢 非常普通的一個 就是 人工智慧啊 機器學習啊 之前大家知道 那個 ABA GOES 打贏的那個 那個 那所以呢 我們也有應用了這樣的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來做為我們 建國的 一項 新的技術 那 這要怎麼做呢 這個東西其實 它也很 很直覺 好 今天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喔 你現在腦中 想像一下 你想要做一棟 中式的傳統建築 可是 因為你不會用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時候 我們的系統 他一開始 他也不知道你要什麼 他就隨便 丟各種挑戰方式 不一樣的建築出來 然後呢 我就挑 我覺得喔 這一棟 它很像我想的 那個樣子 我就給他一把 這個啊 這個我不喜歡 我就給他一把 然後把這些呢 作為訓練資料 然後放到我們的系統裡面 進行訓練 這樣子一次兩次 反覆了訓練之後呢 我們的系統 它就可以 在這個過程上 慢慢慢慢的 學習到 喔原來 這個人 他想要什麼樣子 就這樣 對 所以呢 透過這樣的系統 我們甚至可以把 剛才說到的那些 什麼拖曳啊 突進化界面 都丟掉了 用這種打分數 這樣直接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做到 建博的目的 那 那我今天介紹 其實就是 差不多到這邊